欢迎回到华尔街周报节目现场 美国股市本周震荡收低 市场在消化解读相关的数据 并且在观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定 对经济的影响与冲击 在此之际投资人该如何操盘 美股剩下三个月的时间展望又是如何 今天节目当中很高兴邀请到的是 天交基金管理公司总裁郭亚夫 请他来为我们分析一下美股市场的现况 而以下是稍早我们所做的专访内容 今天节目当中很高兴再度邀请到的是 天交基金管理公司总裁郭亚夫 请他来为我们分析点评 美股市场的最新走势与发展 郭先生您好 郭先生 本周美联储一如预期的暂停升息了 不过市场的表现仍然受到了抑制 首先就要请郭先生为我们分析一下 本周美股的表现与发展 美联储虽然如预期暂停加息 但美联储点证图表示为了抑制通胀 今年还可能再加息 而且会在更长的时间内保持高利率 这是出乎市场的预料 本周美债收益率飙升至十多年的高位 美股成压 恐方指数大幅攀升 主要股指连续走低 房地产信托 非利用品和原材料板块表现脚落 是的 在这一次美联储的会议当中 美联储暗示今年还会升息 而且明年的降息次数比原先预期来的少 这对于美国的经济 还有股市会产生多大的冲击呢 美联储最新的利息政策声明 不仅暗示今年可能还会继续加息 而且将在更长的时间内保持高利率 高利率给股市和经济带来不利影响 因为这意味着企业的借贷成本增加 意味着消费者支出将受影响 也意味着与股市竞争的债券资产吸引力增加 所以美股在联储利息正次之后连续走低 美联储之所以一直保持鹰派政策 主要是导致当前高通胀的原因与以往不同 以往是由于需求增加 物价上涨引发通胀 这种情况 美联储通过提高利息收紧银根 基本上可以立竿见影地控制通胀 而这一次的通胀 主要是由供给侧造成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 包括疫情造成的供应链断裂 中美关系紧张重塑新型的供应链 从过去的以廉价商品为第一优先考虑的供应链 转向了以盟友安全为优先考虑的供应链 而这种通胀 如果不从供应链问题入手 当凭美联储用传统的抑制通胀的加息方法 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 所以尽管美联储以最激进的方式加息 通胀略有缓和 但仍居高不下 美联储也不得不继续维持高利率 经过一年多的继续加息 借贷成本已经徘徊在十几年的高位 给现在需要贷款买房买车的家庭 和开销依赖信用卡借贷的消费者都带来了冲击 同时申请传统贷款的门槛也越来越高 这些都将增加企业盈利和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使投资人将资金撤出股市等风险资产 最近还有一个话题是投资人关心的 就是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罢工这个事情 这对汽车产业还有全美的整体经济 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吗 汽车工会的罢工 对汽车产业链以及经济都有潜在的威胁 从汽车产业链来说 为底特律三大汽车巨头提供 零部件的汽车制造商 可能会面临360亿美元的收入风险 另一个可能受到冲击的行业是钢铁业 汽车制造是钢铁业的最大中端市场之一 美国钢铁公司已关闭炼干炉 以应对汽车业的罢工可能带来的冲击 如果罢工扩大 将会有更多的钢铁厂关闭炼 而对三大巨头来说 罢工短期会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 如果满足工会的薪资要求 长期而言将削弱三大巨头 在全球汽车制造业的竞争力 三大汽车巨头在政府的扶持下 纳税人的资助下 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裂盘 过去几年利润颇分 汽车工会对公司挣到了钱 不给工人谋福利 却给高管优惠的待遇 并发挥数十亿回购股票 回馈股东非常不满 要求提高工人的薪资和福利 但三大巨头从成本考虑 接受不了工会的诉求 导致了罢工 据估计罢工期间 以税前利润计算 三大巨头每天可能会损失 1600万美元到3300万美元 如果不能在有效时间内 达成劳资协议 罢工还将扩大 三大巨头的损失也将加深 对经济的危害也更高 根据研究机构的预测 如果三大汽车厂的工会 功能全体罢工 仅在10天内 就会造成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但若接受工会的薪资要求 用福特首席执行官的话来说 那是要让他们破产 三大巨头的劳动力成本 平均每小时64美元 而没有工会介入的 风田等国际汽车制造商的 劳动力成本约为每小时55美元 特斯拉的劳动力成本更低 约以每小时50美元左右 进口的电动车通常 劳动力成本也较低 显而易见 如果满足工会的薪资条件 本与处于竞争弱势的 美国三大巨头的竞争力 将更加雷落 从汽车业在美国GDP的占比来看 汽车业的罢工不会对美国经济成长 产生长远的负面影响 但是如果这种通胀引发的加薪潮 波及到其他行业 特别是服务业 那可能会对美国经济造成长远的影响 在上一次的访问当中 郭先生您提到 美股到年底预期是会一直呈现 这个高档震荡的走势 在此情况之下 有什么样的投资建议 可以给我们观众朋友 是的 我们在上次节目中 从通胀的角度 估值的角度 以及总统任期周期股票表现的 历史统计的角度分析 得出结论 美股下半年横盘的可能性 高于向上突破 但现在的情况有所改变 美联储的利率点证图反映 联储将在较长的时间内 保持高利率 股市向上突破的可能性更小 而横盘后 向下突破的可能性增加 所以投资能硬做好 风险管控 去杠杆 降场口 及时锁力停损 同时 美国政府 三到六个月的短债 仍是不错的投资选项 郭先生表示 本周美联储暗示 今年还会加息 而且会在更长时间保持高利率 出乎市场的意料 打击美股的走势 而这次汽车工会的罢工 不仅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 也会削弱三大汽车巨头 在产业的竞争力 但是由于美国汽车业 在整体的GDP占柄并不大 对美国经济长期负面的影响是有限的 此外郭先生也提醒大家 美股到年底之前 横向盘整之后下行的压力增加 因此投资人应该要做好风险管控 去杠杆及时停损 短期美国国债仍然是一个好的投资选项 好的 以上就是本周华尔街周报节目内容 提供大家做个投资上的建议与参考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